直接把天鹿的炮楼给撞了 这是他唯一的棋 是 是不是 是的 就他去那个322里面 就最后两头两不沾 肯定要碰到天鹿 天鹿本来就喜欢搞 是的 哎 出车够快 哇 真准 王西龙 龙哥 别说龙哥来 Pero终于找回了感觉 是的 大家以为我是来当指挥的 其实我是狼烈的 那个屠路一定要用控制型打法才能打 是的 问题你只有两个人 直接往上开 路过来自己 全员蹲在这个坑里面 先打了一个头车 李狗斯的 是的 这个信息 前面因为一直开车的时候 应该是知道的呀 哦 黄以明跟人 小左拨过来 时间秒 手起刀落 透焉就秒 以为是左子轩打的 实际是黄以明打的 是的 当然这两个人都有激活 嗯 就是我们说这个位置打 就要用这种控制型打法 什么叫控制型打法 就是有人来 我就搞你一下 是的 第一个拿你信息 第一端就是在于 但凡对方反手的话 你被换的一两个 你就亏了 因为你毕竟是主动球战 你有很多打架的机会 来继续来 继续来 那这样的话就是 对于XCG这支队伍的动向 目前Pero已经掌握的了如指掌 没错 这样打就是说 一定要对自己的球机 左边打完打右边 现在关键是 实际时候这个车 其实被限制的有点惨 但是后续 Atom原点出枪 这个时候Pero稍微冷静一下了 只要别吊人 别吊人 是的 他这种 一顶二 一个手雷 AO一下 但是手雷并没有掐的特别久 拉扯一波 好 这里Summer把M-Pig给补掉了 是的 FTY的压力也小了很多 FTY现在可以把注意力 逐渐的转到北面 尽量的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没错 然后寻找机会 你看黄鹏的测试差一点秒了 没偷到就赶紧走 算了 因为毕竟 天霸的话是一波 三兄弟是进入到了圣山内部 而另一次DDT跟DT 在月亮湾的反斜面遭遇 DDT 您有可能要去月亮湾的反斜面 但是天地是接下来一个 墙顶这个小房区 之前在去年的赛季当中 在这个房区他们是吃到过鸡的 是的 但是距离点远 对方是在围墙不太好丢 他如果直接扔围墙里面弹回来 可能还是会很高一点 是的 天地这里是过去被放倒 天地被扶起来之后 想支援房区的队友 这样的话房区其实有点独木 天天还在后点 还没到位 一个折角雷进去 对方在厕所 躲了 哎呦 Spaceman 再来 哇这个小屁股 双方都是残血 就是顶 哇 真顶 真是太刚了 这一波 很勇 是的 他这波是一圈三吧 是的 打了外围过来的天地地 然后再反而这个时候劝架要稍微的当心一点 没想到KRG居然来了这里 嗯 他觉得GFN那边不好摸 说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摸GFN那边 他想埋吗 他这样的一个低点的话 风险现在肯定比较出手 是的 等一会儿 我觉得KRG的 他的就是优先级是在于能打第三方 绝不打主动进攻方 是的 是吧 应该是这个优先级 因为知道这个房区打起来了吗 2TAP现在埋在好像龙宗泉旁边吧 是 他只要不顶就没事 但是他的这个脚步伸进的距离可以听到 哎 被后面GFN抽了 龙宗泉想找这个人 他应该听到了 是的 他已经在跑位了 这一片防区一旦打起来 New Happy会过来收拾残局 因为整个南部只有New Happy一支队伍 过点扫车 Tuber是收下听见最后一分 头上这个压力真的很大 龙宗泉动了 他就等这个2TAP等了很久 真的 凡选过点插一枪 先进烟 但远处其实GFN也在一直透这个烟 很危险 现在基本上是DT想要通过房区 就是你顶上打起来之后 想从房区拉上去 但是因为New Happy也过来了 很难上山 过点扣的已经被打掉 这个点在蓝牌之间完全不带圈了 此拳蓝牌伤害根本扛不住 现在等于是DT应该是2打1打1 面对两个独狼 还是Spaceman 很顶啊 但是打不起药了 龙宗泉能不能 1打1 理论上最好的就是先补再打 对吧 但是先补的话肯定要露 听圈打 高兴这边他猜错了位置 高兴先听到龙宗泉的脚步 是的 正好要打起来 高兴毕竟是个peak位 而且是在埋着的 龙宗泉就是稳一稳的话 可以操作 可以在等 他可以在白圈里面再等 对方要吃蓝圈 关键是龙宗泉他跑进蓝圈里面收人了 就是这波就只能帮动 你听对方的脚步来打 是的 进攻跟防守方式不一样的 C208这边是 停在前面 萨萨 焦阳过点之后被打了一枪 打残 一打二 小偷PV 双方都在peak 面对两个人的来回夹击 哇 这个拉扯 把孙宗拉扯麻了 他在箱子后面那一波是枪没有举起来 嗯 哇 小同反前面放到了小棠 看焦阳这一波 在服队友 哇 树将军 有闪有闪 还能操作 天梅过来 想要去全员收割 把人头先开掉 是的 过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两个人完全够了 是的 没有问题 非常稳健 很爽 那只剩下 法昆哥 法昆哥这没操作空间啊 灵叔应该是不会给分了吧 这个雷有没有 天梅是他的直接竞争者 如果我是灵叔 我肯定不给分 是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哦 牛海比的屁股被SMS捅了 是的 而且是连捅三人 是的 牛海比只剩 明明一个 SMS的整体阵型 是个高低的交错枪线 不过他这个位置 确实是很难打 是 他这个位置正好 背身是全漏的 嗯 因为在这个 牛海比在处理东侧的时候 就是右下角的时候 当时SMS 脸上的CDG只有一个人 这处理得很快 也提前落位了 当时就是牛海比的重心是在GFI身上 是的是的 GFI过来一波穿越人群的移异打 你只是顶着 你我的脸 杀的是对方是有Groda 这一把SMS也是拿到七个淘汰 八杀了已经 嗯 十个淘汰 燃起来了要 因为整体左下角 而且这个包打得很极限 最后剩一丝血 给他打上来了 没错 AZ把老橘抽倒 现在F2依旧是 利用掩体 在场上 没有掩体 轻人了 是的 没有掩体 没办法 车也动了 Pero现在就是要 不要出失误 嗯 防徐又是实在是太大了 对 这样的话 实际上这个位置救不了 等会儿 Pero把17这边卡掉以后 再去打FTY 是的 应该问题 说实话 这把应该问题不会太大 嗯 他最后跟TMA打 应该是个 抵打招 没错 看TMA会不会减缘 我觉得Pero 要打FTY 不会全缘去 加不难 是的 SMS就看 17跟SMS 现在都是在倒计时时刻 是 速九又倒了 只剩小五 想要拿FTY的分 但是FTY的 背后已经摸人过来了 嗯 但是75 他们当时 本来想摸的 那个位置的时候 TMA是有反制的 烧到了吧 嗯 没烧到 差一点 这个白应该是全吃到了 三个被针 这个没办法 这真没办法 你没人体了 三个人全吃到白了 对 但是对于17来讲 他一下子 虽然也没有说 要超过New Happy了 但是 你感觉他一下又行了 对 但应该也差不多 止步于此 是的 就该拿的分拿到了 面临一个问题 进圈 进圈是不太能进了 已经开始乱射了 不给分 对 不给分了 而且在之前 Pero是有 接到过SMS的人 现在Pero现在是 想要限制 又炸倒一个 这两兄弟被完全限制住 那这样的话 TMA就没人管了 是的 关于TMA想K这个分 你知道吗 他很想K抵护的分数 但是已经被收掉了 我这样一来的话 Pero下个圈怎么打 给撞了 SMS机会一下 就拔高了很多 但是落地接了两个 很果然 直接瞬秒 小海虽然说打倒AD 但是我觉得 没什么特别大的悬念 是的 有人在架枪 因为你执倒了 是的 关键是他冲的 冲的那个点 你要么就冲 甲智库的最左边 他冲了中心点 就完全被夹死 是的 因为甲智库外面 就是你可以看到 围墙这里留两个人 你就完全无解 是 Pero要花时间扶人 这面架枪呢 只有两个 过点 黄总龙高打低 没问题 烤鱼又解锁了新的司法 这是真的没办法 SMS能熬到这里 已经很不错了 很神奇的队伍 这应该没什么悬念了吧 这就看小拳子 能换多少分了 但是正爆弹一来 原地尽力 G 恭喜Pero 今天在这场当中 12杀 刺激又是上了一波大